由于佛光普照 众生苟灭善生 智慧慧言开明 尽心持念 于是 摄放如来光明护照 行者自身 积成光明藏义 这第一个意思 由于佛光普照 这是什么 你迷失了自信 现在需要 掘耳不迷的人来帮助你 帮助你破密开悟化 一切如来的教会 就是佛光普照 我们能够 离尽 释放如来 就接受 一切如来光明所照 我们对佛 如果不相信 佛光照不照 照 但是你不接受 你有障碍 如果你没有障碍 如果你没有障碍 它真的能帮助你开悟 众生 众生勾灭善神 这个善 不是善悟的善 是人性本善的善 这一个字 就是如来智慧的善啊 这真的叫善啊 那如来是自信 我们自信 本具的智慧德相 逐渐逐渐向外投啊 你对于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性向离世因果 慢慢的都通达 明了了 那现在我们不能通达 不能明了 关键的就是那狗字 烦恼的代名词 这个狗 就是我们平常 在经教里常说的 妄想分别之主 烦恼再多 总部外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 把所有一切烦恼 统统包括了 问题是这些动作的方向 我们在经教里面修习了 晓得这不是好东西 全是障碍 全是虚幻不实 不是真的 一切 物质现象 假的 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 自然现象 本来也没有的 这三种现象 也能把 事出世间 一切法 全都包括了 凡所有相 解释虚妄 为什么要知足 为什么要分别 为什么要起心动念 就是因为 因为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我们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受这些冤枉的苦难 六道舍法记 都是梦幻泡淫 你诸佛如来的十报状标图 也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每天 确确实实 要提醒自己 要把这问题提出来 我为什么要知足 为什么要分别 为什么要起心 为什么要动念 这是自信里头 本来没有的 本来没有 现在我们有了 而且金骨之主 这个麻烦大了 问题不在别人 于任何人不相干 于诸佛菩萨不相干 于天地归身不相干 于一切众生不相干 与自己遭遇的境远 也不相干 搞清楚搞明白 我们才肯定 自作自受 解脱 解脱还是要靠自己 除自己之外 谁也帮不上你的忙 怎么解脱呢 放下就解脱了 你看 你看 放下执着 你就正阿罗汉苦 你的清净心 先前 放下分别 你就成菩萨 你就成菩萨了 平等心 先前 放下其心动力 你就大彻大悟 鸣心 见心 健心 成佛了 这叫苟密 神神 佛光 普照 给我们带来了 无比殊胜的礼 让我们觉悟了 知道我自己 原本跟祝佛如来 没有念呀 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自己的罪惑惑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